欢迎收看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肖童文 马上带你来看的是 黑心油窜全台 现在各地卫生局都开始来突袭 境内的一些非法的地下游航 带你来看的是苗栗竹南镇的 这间地下游航 机察人在现场吃了闭门羹 但是现场的环境真的非常的脏乱 一堆搜水桶远远就闻得到 非常恶心的臭味 业者他是从市场收集猪肉商的下角了 回收之后榨成猪油 卖到高雄跟云林的饲料厂 由于他是没有登记资料 是属于违法的 所以现在第一关就必须要要求 业者出面说明 微信局人员前来追查 才一下车就听到狗飞声 门口饲养着十几只狗 明显不想让一般民众靠近 因为里头从事的是非法制作猪油 越靠近越闻到浓浓恶臭 门口摆放好几个搜水桶 由于铁门绳索 找不到相关人 卫生局人员只能从外观 东看看西桥桥 一旁两个大型的除油槽 有些机械已经发黑 地上甚出污水 环境脏乱 在那么偏低的地方 它做出来 这个味道也不是很好 工厂也不是天天在做 因为它可能要收集到一部分 够的时候才有做 想突击却不得其门而入 卫生局私下了解 这间工厂已经成立七八年 从市场收集猪肉摊的下脚料 等到一定的量再找工人前来炸猪油 油品销往高雄和云林的饲料厂 有没有流入食品厂还要查 但这样的油流入饲料行 会不会有问题 已经交由农镇单位追查 而这间工厂位在竹南 没有营业登记 违法经营 但依法开罚并乐力停工 记者彭工许苗栗报导 好可怕 现在随便查一间地下油行 都让人觉得这么恶心 它虽然说是卖掉饲料行 但是它根本没有登记是违法的 而且这个饲料行 到底有没有再卖到食用油的部分 这其实都是大家所担心的 只不过呢 其实现在要担心的事情 已经够多了 来看的是苗栗县的美厨食品 他们用有问题的全筒香猪油 所做成的肉燥油 红葱油 已经卖到全台湾了 为了要追查下油 到底卖到哪里去 今天相关人员上门再接查 结果竟然二度吃闭门羹 卫生局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负责人必须主动到卫生局 说明否则要直接送检掉侦办 一定要祭出这样的一个重罚 他们才肯去 今天业者下午抵达卫生局 却是痛哭喊冤 身穿粉色上衣的 就是美厨食品负责人 他紧抓着卫生局人员 进入办公室 压抑许久的情绪顿时溃提 卫生局人员赶忙拍肩安慰 安抚情绪 美厨食品终于含泪 向大众致歉 是因为去年顶心的出包了 然后客户叫我说 那既然顶心的出包 为什么你不换油 强贯的他有ISO 有GMP的认证 然后有检验报告 那请问我这 这已经是政府挂保证的 我用它我也错了 我不知道它竟然也出包了 你说我请问 我要用谁的油 强调是一年多前顶心油出包 在客户要求之下才换强罐油 没有想到竟然也出包 至于食药署卫生局 9月7号9号连续两次上门饥茶 都吃了闭门羹 老板娘这么解释 我并没有说什么隐瞒 我没有完全没有 只是我心情非常不好 对不起大家 看我们那天查扣的 跟他的笔录 跟当天他提供给我们的资料 是否一致 卫生局长表示 会对业者提出的资料进行比对 并且再次到工厂调查 如果有隐匿产品留下的违法情势 还是会依法重罚 记者彭光学 SNG小组苗里报道 这几年国内的食安风暴 一再掀起 这回的飞行油事件 更是让人觉得实在难以想象 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能够吃的 今天行政院的劣职猪油事件 专业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一开就是三个小时 但是这三个小时 到底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到最后居然连哪些东西有毒 都说还要再讨论 政府每一次都大动作的宣誓 说要打进黑心油 但问题是 现在国家检验合格的产品 却不一定是合法产品 还有知情人不是说 这个全组箱猪油 经过检验 却是全部合格的 但这个东西能吃吗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一样让民众安心 难怪蓝绿立委都喊出 卫副部长邱文台 应该要下台负责 劣质猪油事件专案小组的报告 少不了政院宣誓大动作 话说得信誓旦旦 只不过就算国家机器检验合格 依旧不合法 因为到现在 我们的政府还搞不清 什么有毒 什么没有毒 因为不知名的部分 你很难去捉摸 所以我们可能会邀请相关的一些专家 来共同讨论 还有哪一些的不知名的 类似这样的毒的部分 既然你有没有毒 检验都弄不清 那强冠究竟卖了多少黑心地沟油 政府又怎么搞得清 只有查到说 他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 开始有进这个 郭信先生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回收油的这个部分 一年内两次发生食安的事件 造成社会强烈的不安 卫福部责无旁贷 旧恩达部长应该负起政治责任 我觉得如果在这样子的发言的话 卫福部的部长要承担最大的责任 食安风暴一年连两次 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不止朝野立委 恐怕还有把地沟油吃进肚的老百姓 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不可靠 那么地方政府 能不能自己做些什么呢 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一次的强冠 它其实有12项的产品 是有拿到GMP标章的 但是现在它其他的产品 却这么可怕 要把它回收之余 其实大家对于GMP 这三个英文字母的信心 已经重挫了 所以现在台北市长参选 柯文哲他认为 这GMP根本就应该把它废掉 未来如果他当选台北市长的话 他要建立属于自己的 食安标章跟检验中心 柯文哲是学医出身的 这样听起来感觉上 好像蛮合理 他似乎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这个话传到现任的 台北市长郝龙斌耳里 他的回应充满了想象空间 就您的专业来看的话 这可行吗 对于他不专业 他不懂的事情 我就不做评论 听清楚了 这是市长大人您说 不评论的 对食安标章有可能吗 不好意思 谢谢 对他不懂的事情 我就不评论 但现在又是在演哪出 特别折返还满脸的效益 实在不像平常的作风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食品安全 认证标章 搜索油事件 众创民众食安信心 激励台北市长 财恩学人柯文哲 有了新的idea 却忽略这动作 对好市长来说 就像关公面前耍大刀 因为人家可是食品 卫生博士 没有那么简单容易 可能还要再 从长思考记忆 别说好市长看人情 咱们找来台大教授 一样觉得不可惜 毕竟就花费不仅高 再来 茶和权哪来 还有人力呢 此外会不会造成一国多治 在消费者要选择信谁钱 恐怕已经把业者给吓跑 当时GMP设立的目的 在二十几年前设立的时候 是希望辅导业者 就食品产业上面 要向上去提升 最好例子 就是看看一个GMP 核发权在经济部 检验又归食药署 走的是和千金国家 全然倒反的路 最后演变成厂商求援兼裁判 检验通过 却还是有问题 现在想把权责丢给同一边 却谁也不想接 中央都搞不定 那台北市凭什么 借了我们边缘禁语 台北报道 好来看的是这个中秋节 连续假日 感觉上灾事不是很平静 因为有飘车族朝着人车 乱放烟火跟鞭炮 至少三名机车 其实因此被炸伤 警方根据监视器的画面追收 结果逮到了这个开着 保时捷跑车的男子 行车记录器只见阵阵烟火 在车阵当中四处乱窜 接着十几台轿车 就在市区街道上高速狂飙 场面相当惊险 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蛮危险的 因为毕竟一般路旁的话 都是住家 然后小朋友也都在的话 那这些会造成一些 社会上资源的麻烦 飙车族沿街乱放鞭炮 显向缓身 冲车夜当天 嘉义市区许多民众 正在门口烤肉时 烟火突如其来 把塑胶已炸出一个洞 地上到处凌乱不堪 可见爆炸威力之强 飙车族还带闹吃释放烟火 使得无辜经过的机车骑士 被烟火炸伤 幸好送医急救后 骑士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 逮到开保时捷的理性男子 沿路释放鞭炮烟火 被依公共危险和伤害罪 移送罚办 而消防局也对他开出 预时违规释放烟火罚单 将裁罚三万到十五万元罚缓 就是要给嚣张的飙车族 一个教训 解中好报道 还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辆轿车也实在很夸张 那么一名刑警 他在骑重机上班的途中 遭到一辆轿车连续三次逼车 还四次朝他丢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方不断地叫烧入骂 那么当然你会说 他哪有不知道他是警察吗 这个刑警他当时是下班时间 所以他是穿着便服 然后骑着私人重机 也一样受到欺负 他气得报警 他的行车记录器 拍得一清二楚 现在这个B车的车主 不但被罚六千块 还要依照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 被判五个月读刑 重型机车行驶在路上 后方银色轿车追了上来 一路苦苦相逼 一次 两次 几乎快撞上机车 连续三次B车 没多久 副驾驶座开窗 丢出一个饮料瓶子 没有丢准再丢一次 饮料罐直接往骑士乱丢 重机骑士 只好放慢速度停在路边 想不到对方还不放手 受害的重机骑士 是彰化侦察队小队长 当时穿便服 骑士人重机 身为刑警 也被欺负 怒丘 恶劣驾驶 法院经过三个月的审理 依照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 判轿车驾驶和丢东西的乘客 各五个月又歧途刑 这样的判刑 也不算轻 应该有相关的这一个 可以警惕的一个作用 可以让自小客车 对B车这个行为 可以警惕 B车又乱丢 造成重机歧视危险 这下不仅吃上六千元的罚单 更被法院判刑五个月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看这几天 很多人讨论到这件事情 都忍不住摇头叹息 这可怜的孩子 才六个月大 因为爸爸沉迷打电动 竟然把他遗忘在车内四小时 过去这几天是多么的热 孩子哪里受得了 女婴就这样活活被闷死 今天早上 她的遗体被解剖 其实让大家觉得 非常难过的 是这对年轻的父母亲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表情 最伤心的是阿嬷 阿嬷冲来见小孙女最后一面 她伤心地说 都怪我太宠我的孩子 才会让我的儿子当了爸爸 还这么没有责任感 想到艾孙被活活闷死在车里 阿嬷伤心的眼泪 怎么样也无法停止 为了追查女婴死因 检察官安排解剖香烟 阿嬷也赶紧从屏东赶到嘉义 一看见孙女遗体 忍不住崩溃大哭 阿嬷把错都懒到自己身上 间接害死了孙女 因为她在怀孕八个月时 丈夫就车祸过世 儿子一出生就十分疼爱 就算犯了错也不忍责骂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 当了父亲的她 仍沉溺电玩陪上女儿一条命 女婴父母牵手走出解剖室 面对媒体一句话也不说 异常低调冷静 和阿嬷的伤心欲绝成了强烈对比 检方目前朝委反而绍法 和过失自死罪侦办 也要再进一步厘清 女婴父母有无故意致死的可能性 记者张俊荣嘉义才能报道 很多悲剧都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像接下来这个也是一样 南投县的信义乡 上个月底发生了采查车 翻覆的意外造成了一死四伤 重点就是因为超载 所以警方现在展开了 严密的稽查行动 果然在中秋节过后的 第一个上工日 就连续拦到了三辆违规 超载的货车 其中一辆车上甚至一次 挤了24个人 真的是罔顾人命 远景看到这辆小货车 相当可疑 立刻铭笛拦 掀开货车的帆布 看到每位阿婆全副武装 带上斗笠和工具 准备采查去 而他们全挤在同一个空间里 远景算一算 小货车超载多达24人 采查阿嬷一个个 坐在简陋的长板凳上 就像在挤沙丁鱼 也没有绑上安全带 警方表示采查专车 用小货车改装 依照超载 还有改装车体 开出两张罚单 由于南投心意向 1500公尺高的查区 之前才发生 采查车翻覆的不幸意外 警方突袭检查 果然发现违规 希望能够用公权力 加强稽查 减少意外再次发生的机会 记者苏佑雅南投报导 感受精华的电视台 欢迎收看1800电视晚间新闻 明好我是肖童文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二 带你掌握接下来 还有哪些的新闻重点 首先来看到是 搜水油风暴越演越烈 强贯公司前员工金报 强贯卖黑心油 已经长达13年 除了大家所知道 被抓到的这个屏东地下 油行的负责人郭列成之外 其实他们的货源 主要都是来自于 香港的劣质油 他们说这个油 远远的他们连闻都不敢闻 但是透过他们的精裂 就可以变成雪白 然后再制成香猪油贩售 简教还发现 强贯下游有两家 大规模食品厂上位曝光 也就是说搜水油 其实还有味爆弹 另外来看是 很多的厂商都进了 强贯的这个黑心猪油 包括了台北知名的饼店李继 李继说他们写夜三天 专心办理退货 却因为退货严苛冲突不断 有顾客把气出在店员身上 标骂拍桌 要他们把饼给吃下去 李继的员工 委屈到哭成一款 也很委屈的是学生们 国中会考 我们要告诉您 又有大变化了 因为继新北市之后 台北市台中市今天都宣布 明年起不再办理特招 这消息一出 明星高中都说遗憾 而未来想像柯文哲女儿那样 一免无效可读 但是透过特招拼进理想学校 这恐怕要成为绝赏 搜水油风暴不断地扩大 现在真的让人觉得非常可怕 独家报道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罪魁祸首强贯 还记得吗 当初一开始事情爆发的时候 长冠的负责人出面道歉鞠躬 好像一副他们也是受害者的模样 因为他们说他们也不晓得 跟屏东这个地下游行的负责人 郭列成所进来的 居然是劣职的烂油 搜水油 地沟油 但是现在看起来 长冠根本就在说谎 我们独家访问到 长冠的离职员工 他爆料其实长冠 贩售这种黑心猪油 早就已经长达13年 这郭列成的油其实只是 非常小的部分 因为十几年前 长冠就已经从香港进口 列植油 他说这个油有多臭 远远的 大家都想要赶快走壁 根本没有人敢靠近 实在太恶心 太臭了 但是经过他们的一次 又一次的精致之后 这恶心的恶臭油 会变成雪白 然后他们再制成香猪油来贩售 而且他还说多年前 长冠早就已经将 全统猪油更换名字 销到大陆一天可以出 一到两货柜的这样的黑心油 而且现在更可怕的是 检方还查出 有两家下游大规模的食品厂 其实还未曝光 也就是这次的搜水油未爆蛋 不晓得还要爆出多少 强贯全统香猪油原料 到底从何而来 前员工出面爆料 除了郭列成的搜水油 其实从13年前强贯 早就从香港进口劣质油 臭刀必退员工的劣质油 运进厂内后立刻进行载制 经过蒸汽高温软化 再由精致酱酸除臭除色 变成雪白无味 混入一定比例的好油 制成香猪油卖到市面上 由于进口劣质油 实在太臭品质太差 必须经过多次精致 强贯也因此不断违规排放废水 前员工讽刺 强贯董事长叶文祥曾说 从没做错事 但他做错一件就是十几年 除了检方查出强贯下游 还有屏东两家大规模食品厂 尚未曝光 前员工更曝出 全统改名外销大陆 数量更是惊人 犹如两颗强力食安未爆弹 强贯黑心猪油流窜全台 民众看不下去 纷纷出面爆料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已经开罚5000万 但是强贯光是一年营收13亿 早就远远超过罚金 记者林安平屏东报道 除了强贯卖搜水油 现在时间可能长达13年之外 另外带您来看看的是 这强贯跟他们的分装油厂 其实这当中是不是还有勾结 继续我们要带您独家追踪的是 为什么业者都没有发现 他们所进的这些油有问题 事实上其实他们在跟强贯进油之前 油罐车也就是这个槽车 其实都会让他们来试油 但是其实这当中他们都做过手脚 怎么说呢 这样的一个油罐车 载着大量的散装油品运往全省 每一次都能够躲过检验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早就已经经过改装 他们把槽体分柜 装两种以上的油品 原本的油是飞行油 这照理说应该是经不过检验的 但是他们会在里面另外弄一个口 也就是当你要验油的时候 他会去捞那个安全的油给你验 你验过了以为这车上都是安全的 但其实其他的全部都是飞行油 这根本就是诈欺的手法 但是他们说业界其实都是这样做 油罐车载着强贯搜水油全省出货 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强贯前员工爆料搜水油罐车大有玄机 记者找到有多年经验的槽车业者 他不会言这种槽体在专业上称为分柜 业界行之有年早就不是秘密 这辆油罐车它我们是看客户的需求下去定做 它要夹快两层或三层 我们都可以打造 槽体大约可载运25吨油 在打造时就应客户需求分柜 能够一次载运两种以上的油品 但取样口可以特别区隔开来 装存专供化验的好油以避开检验 好油从槽体底部的一处或两处取样口流出 提供化验 让劣质油满天过海 查验人员难道不曾发现 强灌遭到爆料 疑似用改装油罐车在运劣质油贩卖 下游受害厂商可能直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劣质油罐车隐藏多年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也被曝光 记者杨宗明林安平综合报导 另外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这屏东的地下游行的负责人 郭烈成现在已经被积压境界 检察官除了比对他名下资金 跟相关资产之外 也已经冻结了强灌公司 代姓副总名下账户的存款 以及近微公司银行账户里的 723万元存款 因为怀疑他们是当中绝对有勾结 而且可能不仅如此 还有其他的内幕 另一方面检察官也将进步追查 是不是有其他厂商涉案 甚至要来查 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公务员 有为师的部分 早上8点40分 球车载着许多人 直接开往屏东地检署 地负油主席郭烈成 疑似就在车子里 因为检方借题被积压境界的他 要厘清种种一点 相关公司 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在做厘清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侦查不公开 检方认为 郭烈成炼制地负油 已超过四年 除了强灌之外 不排除还将油 卖给其他厂商 而强灌身为年营业额 达13亿的大公司 郭烈成的地下工厂 还没曝光 采购在买的话 我看它的价格 应该也都差不多 也没有因为它比较便宜 我们去买它的东西 强灌董事长历变不知情 但副总带起 传可是横打一巴掌 评仙掌握郭烈成和强灌 及近卫公司的交易记录 账车子记载 今年二月以来的资料 但已初步确认 郭烈成同步从湖信的 和近卫采购劣值油品 再转卖给强灌 而负责采购的强灌副总 明知油品不佳 要求降价 检方除了追查 其他供货的油品厂商 也要了解 强灌是否还有其他油品也沦陷 如果承办的公务人员 是有任何的维师的话 我想我们都会 依据相关的资料 做进一步的办理 为了防止黑心厂商脱产 目前检方已冻结 郭烈成名下的账户和资产 同时也冻结 强灌副总带起传的账户存款 以及查扣 境外公司账户下的723万元 另外检方也要进一步调查 公务员是否有失职的情况 记者林安平 屏东三好报道 要查的对象真的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共犯结构 本来就是一环接着一环的 强灌是从这个地方先进油的 那郭烈成他的油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要带你来看的是 之前有看过 这个搜油的供应商 大众企业还有顺德企业行 那么一开始呢 这胡信德他说 不是跟他进的 是跟另外一家公司进的 结果后来查了半天 另外一家公司是他老婆开的 就是他们两姑妻 一起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厂 在供应这些搜水油 那么他不但使出 拖延的工夫变称去看病 让检警在大太阳底下 等了三个多小时 进场之后又追查 他们是否无照营业 反正就是用各种的方法 想要拖延 但是现在其实看起来 最正确凿 要求他们立刻停工 也不排除要对他们断血断蝶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啊 人家说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三个小时了 就让高雄市金发局 卫生局和环保局人员 在顺德企业行门口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负责人胡信德和他的太太 也就是大众企业行的负责人 蔡雁如才开车过来 实在等到火大了 对夫妻两眼不耐烦 胡信德是顺德企业行的负责人 但他们还有另外一间 叫做大众企业行 挂名的是太太蔡雁如 工厂所在地申请农地农用 却用来储存处理费油 一个地址却有两间公司名号 似乎有想躲避茶器的疑虑 其实大众企业行才是 郭烈成劣质猪油的主要供应者 环保局依交废弃户清理法 第41和第46条开罚新台币30万 也将蔡雁如韩宋法办 工厂的一个规模 所以基本上我们回去会 发文要求他们停工 然后按照工厂管理辅导法的规定 来办理工厂登记 郭烈成搜损原料来自于胡信德 想必两个人交易次数一定不少 环保局一查果然 胡信德第一时间和郭烈成撇清关系 但环保局查出 胡信德父亲凶嫂都从事回收费使用油 要说毫无关系可信度看来不高 因为大众企业行无照储存处理费油 环保局依法开罚 现在要持续击查 恐怕要罚的还不止这样 记得吴志宏 吕昭燕 安森小组 高雄报道 除了追上面的源头之外 也要追的是这些黑心油到底流到哪些地方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 都快要数不清有多少家 最新爆出的是超商莱尔夫 莱尔夫的麻辣关东煮的汤头包 也同样使用了全头的香猪油 莱尔夫表示在第一时间 他们就把可能有问题的商品预防性的下架 其中麻辣关东煮汤头包在9月4号就已经被下架 店员忙着把汤包下架 因为莱尔夫的麻辣关东煮汤头包也中了搜水油 莱尔夫声明稿指出麻辣关东煮汤头 因为可能用到了强罐香猪油 已经在9月4号晚上全面预防性下架 有问题的麻辣汤头大约4万多包 扣除库存品和回收的 大约有3万包已经被吃下肚 会请卫生局制造 那些事情卫生管理法第44条 除以6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一个拔金 大概肉松就是在这4个 这个区块 拿着超商进货名系 消保官跟业者仔细核对 货架上还有没有搜水油制造的加工食品 像我们台北市我们会请卫权卫王 就这个部分来在做我们的一个一个约谈 然后再请他们在目前卫权市有提供他们退货的一个办法跟通路 拿这个花票要来退卫权的卫小宝的肉松 他说一定要拿这个商品来退 如果不拿商品来退的话 他必须要到卫权公司去 可是我一直打电话他都是盲线中打不进去 台北市政府强调问题商品退货 未来将采宽松认定 但是被染搜的商品越来越多 机查工作将会持续进行 记者台北正好报道 刚刚就说了已经不知道到底现在 这些问题食品有多少项了 如果我们以加数以项数来算的话 目前根据卫服部他们所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是 有用到这个搜水油制成的问题食品有220 2项 帮全家便利商店代工的尽新鲜食场 包括印度咖喱烤鸡饭团在内的 8项食品也沦陷了 不过全家跟刚刚所说的莱尔夫一样 他们早就已经预防性的下架 搜游风暴连环暴食药署追下游 全家再受波及有8款食品中招 通报数有增加 那到今天下午2点为止 他的通报的品项是 总共违规的产品是有200 受影响的产品是222件 全台新增所有问题产品 从208项增至222项 其中由进新鲜食场 替全家代工的印度咖喱烤鸡饭团 怀旧卤排骨饭 怀旧卤鸡腿饭 以及炸酱麻酱双味拌面 番茄牛肉烩饭 日式黄金猪排咖喱饭 以及印度牛肉咖喱饭 古早味肉燥炊粉等 8项食品统统沦陷 今年4月起使用全筒香猪油制造 机察人员已经前往封存 而全家表示这些产品 5号政府公布之前 就已经先行主动下架 我们跟地方卫生局之间 开始有默契 开始要做销毁 因为产品的下架 几乎已经99.9%已经完成了 那么要开始做销毁 食用署说 强贯出货给236家的780吨劣质猪油 还有19家业者 不说实话或进货与清单不符 政院跨部会会议已经财势 将移送减调侦办 而市售问题食品已经下架99% 下一步将开始销毁行动 卫生局也会辅导厂商生产新品换包装 希望民众放心 但就怕所有产品 鱼木混珠恐怕还有未爆弹 记者送不到 而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退货 退货也是有学问的 我们带你来看看的是 引发争议甚至是冲突的是 无际太阳饼 因为他们用了馊水油 所以现在说全额退货 但是他们的月饼退货 直到昨天为止 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带着月饼 要到这里来退货却被拒绝 消费者气得在现场丢饼泄愤 而且因为店员质疑民众 一误两退也把消费者给惹毛了 双方就在店门口爆发了冲突 一听到无际月饼不能退 消费者干脆丢在地上 无际一早开门 没有半个客人来买饼 全都是要求退货的消费者 用了馊水油的太阳饼 一律办理退货 月饼退货直到前一天 但不论什么饼都是来自无际 没人敢吃 这股怒气连消保官来都止不住 卖饼时诚意十足 现在出包要退货 无际拖拖拉拉规定一堆 还在门口和民众对骂 经过协调太阳饼全部受理退货 月饼退货最后期限到9月10号晚上9点 持发票全额退 盒子加内容物退半价 消费者退货满肚子火 无际饼店特别登报道歉 也保留对上游公司的法律追溯权 这一次搜水油事件 不只损了商欲还重创形象 记者谢嘉玲高雄报道 退货是门学问 当然在这个方面 我们除了看到刚刚的这个太阳饼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店家都已经上演了 消费者气到衰饼的状况 都是因为退货引发的纠纷 但是如果要再往前看的话 这一度隐匿自己使用的是问题油 那就更加的令人火大 来看的就是网购名店光头铝葱抓饼 昨天因为隐匿使用了出问题的 全统香猪油被开罚500万 那么业者现在赶快在官网 贴出了退货公告 说卖出的商品要全面回收 但是上午卫生局接到了 光头铝的下游厂商通报 说已经卖出了6000多公斤的 葱抓饼这个量非常的大 但是光头铝好像没有照实申报 这个部分卫生局要再罚300万 提着一袋一袋葱抓饼前来退货 隐身在工业区当中的红项企业 就是网路上发烧的光头铝抓饼达人公司 民众看到网购来的葱抓饼 竟然也深陷搜水油风波 赶紧前来退货 我买了五包 吃掉一包 另外三包送人了 那现在知道这个事情 你觉得 无奈吧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家好像没有事 然后昨天说他们 发现就不值了 网购再分发给大家 货品流向不好掌握 光头铝赶紧在网站上发表声明 强调今年三月四月和八月份 由于原本使用的正义香猪油缺货 才会改用这回出问题的 全统香猪油 目前正全面回收当中 一个早上已经接货 一百多笔要退货的订单 不过前一天才因为试图隐匿 遭到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开罚五百万 如今又有下游厂商通报 坦承向光头铝进货 卫报弹逐渐浮上台面 原家公司看到媒体揭露光头铝被卫生局查出产品 遭劣质猪油污染 随即向卫生局主动通报 那因此我们也从原家这边知道说 它确实是有供应给下游的食品厂 因此这个部分呢 它一样就是有违反到 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会在采取三到三百万元的罚还 原家企业底下的三家子公司 双鱼国际 博多国际和上品国际 共计进货了将近七千公斤 透过网络销售卖到只剩667公斤 算是光头铝下游的大厂商 不过同样没有主动承报 因此卫生局将要再对光头铝开罚三百万 累计罚还来到八百万元 也成为这次搜水油风波当中 遭罚金额最高的食品商 记者李嘉明出现为新北市采访报道 这样的一种欺骗的行为 当然没有办法被接受 而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在太阳饼的部分 有人因为退货起争议 在现场摔饼 同样的状况不只有台中 有台北的知名饼店离记也一样 今天起他们停业三天来办退货 但是退货的不标准 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 有人直接摔饼 还有人拍桌子 要店员把饼吃下去 店员是含泪吞饼 现场乱成一团 消费者怒向雷季卷入 搜水油风波 退费第一天就爆发争议 为避免重复退费 代发票或是饼和值个退一半 需要两者同时代才能全的退费 引发消费者不满 频频大骂 员工情绪也累积到最高点 跟个人互相还有消费者 直接拿起笔就重重网 着爽摔 拿发票来去只能退一半 只有三月到六月有问题的芝麻肉饼 才能凭发票或饼和无条件 全额退费 但离结怕消费者有疑虑 其他产品也办理退费 但冲突一波接一波 客人气愤 员工无奈 含泪吃饼 拿饼和退费也有争议 原本六颗饼吃掉三颗 也只能退剩下三颗的钱 退费金额还要再除二 背轰没成意 消费者退费退到火帽三丈推几员工 消保官对于累计其他商品只能退一半费用 是否合理合法 以通知累计笔店到市府说明勒金 人是陈毅办理退费 现场却冲突四起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新报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最近在网络论坛上有一系列的照片 这照片实在是不能不遮 所以您会看到怎么全部遮起来呢 那是因为这当中全部光溜溜 一丝不挂 这是一系列女子裸拍的照片 让人觉得更可怕的是 这照片的场景就是在台北捷运的车厢上 还有在台北捷运的月台上 他们专门挑冷门车站 还有离风时段 避开保全以及监视器 就大胆地在这里裸体拍照 许多乘客听到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让这样的人进来呢 而且他们还说现在是在台北捷运 接下来他们要进攻高铁跟飞机 一张张女子全裸照 在网络论坛引发讨论 不过定睛仔细看 这照片的背景 竟然是在人来人往的台北捷运 当时这名女子呢 就是来到捷运仙色工站的 这张椅子上来拍摄裸照 主要就是看上仙色工站人烟稀少 加上这个位置 刚好可以挡住站内的监视器 躲保全躲监视器 就算后头还有其他乘客 女子还是大胆宽衣解带 并且将照片上传到 名为Beauty Club的网络论坛 工人观赏 通勤族看到照片 直呼不敢置信 公共场合不应该在这边拍照 那如果是这个椅子 他们用过的 用过就是我们来做的话 就觉得很恶心 裸拍风气延伸到台北捷运 虽然拍照的人是为了寻求刺激 但是行为已经触法 捷运公司也将介入调查 针对人比较少的 这个可能车站 或者这个列车车厢上面 会要求我们相关同学 多加检视多加注意 如果有相关的录影画面 可以追查得到 我们也会提供给警方 做后续的侦办 除了调阅站内级车厢的监视器 找寻裸拍的这对男女之外 警方也将加强巡逻密度 就是怕大众运输的捷运 成为裸拍摄影棚 也提醒裸拍爱好者 不要为了寻求意识的刺激 让自己误触法网 记者李嘉明 阎文谦 新北市采访报道 裸拍这个名词 其实一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不是很熟悉 但您知道吗 在国内的裸拍族 已经多达10万人 一般来说呢 长进的摄影师 都会找自己的另一半 来担任model 而且上晚交换裸拍照的分享心得 国内知名的裸拍网站 Beauty Club 就有高达4000多名的会员 但如果你想要看 别人分享的照片 就必须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除了要缴年费之外 还要上传自己的裸拍作品 但是这样的行为 已经可能触犯了 刑法当中的散布猥亵物罪 最终是可以处理两年的徒刑的 自然一点的感觉 对对对 就这样 然后可能一半 一半遮住脸OK 裸拍摄影师对着模特儿下指令 女生摆出专业的姿势 看来似乎很自在 我不敢碰 我不敢碰model 我自己不会碰model 因为我拍的时候 一定要是完全一个 一个很性能感的状态 我才可以拍得好 就是我才可以 告诉他们说 要怎么样的姿势 怎么样的情绪 模特儿和摄影师 把注意力都放在拍摄上 一点都不觉得 在户外裸体 有什么大不了 我懒得 懒得说 人身上都没有穿衣服 很快一点 对对 就像我小时候 我们有阿嬷 所以真的直接 都是没有 没有放上罢的生意 对啊 我觉得是蛮自然的 裸拍行为一般来说 很难被社会大众接受 摄影师除了找女朋友 或老婆配合之外 另外一个管道 就是透过网路 Beauty Club 是国内裸拍族知名论坛 三年前成立 有四千多名会员 其中不罚 医师律师 论坛需要缴年费 四千两百元 并上传裸拍照 提升贡献值 经过层层关卡 才能看到 其他人的发文照片 尽管论坛是半封闭式 但因为没有 对会员限制特定身份 所以将上传照片 流出的裸拍族 还是可能触犯刑法的 散布猥胁物罪 最终可除两年徒刑 但国内裸拍族人数 估计有十万人 随时都会在公众场合 出没裸拍 而且排完就跑 抓不胜抓 也让警方相当头痛 记者综合报道 不只触法 其实在当中 担任裸拍model的 这些女孩 说不定日后 也会觉得后悔 所以做一切的事情 都应该要三思而后行 接下来这名男子 也是一样 他当初因为自己写的 科幻小说 被九把刀的出版社 退稿了17次 就在脸书上扬言 要把出版社给烧掉了 还说要把总编辑 拖出来打到死 后来落网 他虽然诚心认错 但是不止出版社 没有打算原谅他 还因为当时他在脸书上 照的照片是盗用别人的 所以现在还被罪加一等 加了一条重毁棒罪 这种人最没品 而且很恶毒 当时九把刀口中 最没品的人 说的就是他 想要赎罪的关系 所以这 就在事发后 就在我高职毕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先投入志工行业了 来到灾区煮饭 就是为了忏悔因为今年二月 这名酌性男子自己创作的 科幻小说遭到九把刀的出版社 退稿17次 他就在脸书上扬言要烧掉出版社 还说要把总编辑 揪出来 打到死 引起社会恐慌 是零地检署 七月以恐吓等罪来起诉他 但是现在又被罪加一等 那就是重毁棒罪 两名网友控告他 说他盗用照片 拿来申请脸书账号 因为这样的关系 两名网友被身边的朋友误会到了 奉而提告 你有跟他们道歉吗 道过了 也没办法 你要跟他们讲那么多 他们一直也不能接受啊 声音听得出来 相当无奈 他说自己已经诚心认错 但是不只是出版社 只有连网友也都不原谅他 只不过不是所有的对不起 都会被对方照单全收的 所以怒火来起的时候 还是冷静思考 再行动吧 记者中文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毒品 真的是碰不得 那么这一名36岁的男子 他因为贩毒遭到警方逮捕 结果在逮捕的这个时候 看到了这样的令人生离死别 蛮遗憾的画面 他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 年初被诊断出罹患癌症 医生说可能只剩下三年不到的时间可活 所以他平常就以阵头表演 想要来替女友求错医药费 为了希望能够表演得精彩一点 筹到多一点的钱 他总是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 还加上贩毒 只不过贩毒是不行的 是违法的 现在他被抓了 在这个狱中要跟女友生离死别时 他跟女友说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女友也哭着说 我一定会尽力活着等你回来 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叹 但也让人觉得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电影镇头中可以看到八家匠文化 强调一泊云天 但就在中秋节前夕 新北市一名身兼八家匠的菜姓毒贩 却遭到台北市行大逮捕归案 今年36岁的菜姓毒贩 对于镇头演出相当专业 甚至也曾经上过诸葛亮的节目表演 但他在点书上的照片 除了工作侧拍 大部分都是和女友的亲密合照 看得出来感情如胶似漆 但女友今年初被诊断离癌 最多只剩三年可活 他在出巡时拼命操演 拿鲨鱼箭打得自己全身是伤 就是为了多替女友筹错医药费 得知菜姓毒贩被捕 女友立刻赶到警局 抱着男友痛哭 菜姓毒贩边哭边告诉女友 一定要坚强活下去 女友也说会尽力活着等他回来 菜姓男子因案假失踪 犯下毒品案将再度入狱 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 离癌女友 因为毒品造成情侣间的生离死别 警方也不禁摇头唏嘘 记者中文报道 而说到感情 接下来这一对最近拼命放闪 有台湾第一帅称号的男性王洋迷 现在被大陆被封为 S型女神的女性张力 在这个大陆的虚拟恋爱节目当中 被凑成一对 没想到假戏真做 蹦出了爱的火花 今年中秋节呢 还传出王耀明带着张力回到台湾 难道是好事将近吗 不过现在大陆网友却被挖出来 这个挖出来过去张力的照片 发现他过去不管是 五官的哪一个部分 都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异 质疑他好像动了不少手脚 他刚好带新欢来海边 你不要干脆把爱 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 8号一大清早 王耀明带着女友张力来到海边 耐心教女友冲浪 外形匹配的两人 男帅女美十分登对 因为合拍虚拟恋爱节目 台湾第一帅王耀明真的恋爱了 今年30岁的大陆女性张力 身材活辣 有S型女神之称 但张力却被陆美爆料 从2006年出道后 外形不断演化 凤眼变童年眼 他鼻变高鼻 就连嘴唇也不一样 然而在节目中假戏真做 交往半年 感情稳定 这回陪秦郎王耀明 来台过中秋 只见张力趴在冲浪板上 笑得灿烂 王耀明跟在后头也玩得开心 还互喝饮料 甜蜜指数破表 一同在宜兰五十港沙滩上 留下爱的足迹 还赶在中午前回家 跟家人相聚 王耀明带女友 跟九十二岁的外公外婆 及舅舅吃团圆饭过中秋 张力还戴着黑框眼镜 搀扶着王耀明外婆 亲密聊天 相当乖巧懂事 两人恋情 备受长辈认可 这次王耀明带张力返台过节 顺便让家人鉴定 据了解为了讨男友欢欣 除了冲浪 张力也很努力学英文 两人目前以失业为重 没有结婚打算 谢金段只想好好新认识彼此 谈场恋爱 记者似乎报道 而另外来看到是 中秋连三天的假期 电影女神谢金也忙翻了 跨年晚会她本来就是常客 现在提前到中秋节 就从台中彰化 一路唱到了苗栗 还戴起了自己设计的 玉兔帽超西新 连唱三场也堪称是 今年中秋节最赚的女歌手 至少有六百万进败 带着玉兔帽在台上载歌载舞 谢金中秋到彰化开唱 打扮很应景 不只有玉兔帽还有兔子耳 谢金卖萌超强劲 今天姐姐很可爱 还特别弄一个金色的兔子耳朵 就是要跟大家 中秋节嘛 对 所以自己做了一个金的耳朵 用造型炒作话题一流 谢金年中秋忙翻 从彰化到台中风源 再一路唱到苗栗 光靠三场晚会 就进账大约六百万 但开唱酬劳不菲 只要有电视台转播 一场约两百万 如果没转播再谈 唱足曲或加歌 价钱还得再另一 但一向被视为是收视保证的谢金业 算是物超所值 这回中秋开唱 玉兔庄半超强演 之前是跨年晚会 常客的她 现在也成中秋晚会的热门人选 连唱三场也堪称是秋晚醉传 女歌手 记者最后报道 卡罗来姐姐 电影女神谢金燕之后 带你来看看的是美声歌后王妃 王妃2005年 由经纪人证实要无限期的休息 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 这十年当中 她没有发过任何一整张的专辑 尽多就是单曲 不然就是帮电影唱唱主题曲 上一次她是帮好友赵薇 所指导的至青春来唱主题曲 这一回她又再次发声了 唱的是贵伦美主演的电影 恕不可及 带你来听听 久违的王妃哥声 空灵嗓音浅音轻唱爱情 故中滋味 前胡万唤始出来 天后王妃再开金嗓 复古曲风将观众拉回 片中的明初时代 悲凉的曲调搭配灵溪的歌词 电影中的叠战苦恋 更显得凄美 这也是睽違十一年王妃 灵溪以及张亚东 铁三角再度联手合作 像是歌曲约定 还有 一首首不朽经典 都是黄金阵容出品保证 但王妃唱电影主题曲 早就不是第一回 替好姐妹兼导演的赵薇 现唱主题曲至青春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还有三年前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 也是王妃护航献身 因为爱情也是由王妃来演唱的 合唱 合唱还有跟陈奕迅 会接唱是因为前夫李亚鹏有参与主演 不过王妃2005年5月底 经纪人宣布无限期休息 2010年之后作品都打电影献唱 只闻其身不见其人 最近大陆南方都市报称 王妃久违的新专辑正在秘密进行 不久就会亮相 想听天后天籁美声 粉丝只能在耐心等一等了 国际中心是用于编译 接下来要再带您回到搜水油的风暴 来看看的是屏东万丹的近威公司 总共有三个厂区 其中一个负责人把自家豪宅盖在里头 不但有假山假水 还有抽大的良亭 这些全部都是卖黑心油所赚来的 在卫生区稽查的时候 负责人还骗说没有毁油 不过知情人士透露 老板先从越南进口鱼油 再混到猪油里面 整个过程真的非常恶心 站地超过百坪 光是140吨的绿色超大油槽 就超过了十个 大门一进去右手边 这都木头围栏的一楼豪宅 旁边种植罗汉松围绕着假山假水 左边是一个超大型的凉亭 看起来相当气派 从春连上的蹄字 福林苏宅和左右连的开头 就能确定这是近威公司负责人 苏青黄的家 这处豪宅是苏青黄给儿子休息的地方 平时他儿子就开着价值快八百万的跑车进出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做猪油的 所以管他叫做猪油酥 但根据了解苏青黄带员工相当刻薄 所以员工都做不久 而且为了省本钱还从越南进口鱼油 直到缩水油事件爆发 近威公司停工好几天工厂空无一人 实际上近威有三个厂区 也因为影响村民 才会不断买地建厂房 夸张的还有 近威公司25年来没有工厂登记证 营业登记是生产肉骨粉 直到一年前才申请到食品加工临时工厂登记证 进出的只有油槽车 根本没有玉米或黄豆的饲料车 要不是这回爆发恐怕惊威的黑心行为 还没人知道 记者来外组屏东报道 看到这些馊水油都觉得恶心 但是呢 在他们的检验当中 这用馊水油混制成的全统香猪油 居然样样都合格 不管是重金属还是黄麴毒素都没有验出来 民众火大说 那意思是说这些都能吃吗 就连专家都质疑说 这个抽烟根本不足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具有代表性的 而且在检验当中也独漏锅列城工厂的油检体 这个油应该才是最恶心的 不过食药署澄清并不是漏了他们的油 是已经在检验 但是要时间目前还没检验出来 但大家想问的是 食药署你们说这验出来的香猪油没问题 你们自己敢不敢吃这些油 第一个油没问题可是你敢吃 验出来没问题可是你敢吃 食药署员工被问得好尴尬 毕竟搜水油检验都说合格 三天迅速有结果 难怪使者专家都认为 这样的检验根本毫无意义 所有人都在做这个 包括好市长都做过 油炸油的毒性 随着时间 不同油都会有不同的成分 毒性都会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 危机在做危机处理的时候 让外界质疑的是 毒漏锅列城工厂的油 理由是检方没给 难道这样就永远没办法验吗 其实我们还有 还有一些锅列城的还在那个地方 所以在现在我们 他们正在很努力的 在做一个检验 这检验也是要有一段的时间 才能出来 慢好几拍的还不止食药署 主管废弃物的环保署 署长仍在欧洲 对于成大研究说 一年有50万吨废食用油 流向何方 环保署掌握了吗 各部位没有看到的这一块 没有一个整合的一个管理的方式 你说环保署要不要管 当然要管啊 看看环保署给的资料 申报该有两万吨 回收量却只有七千多吨 剩下将近一万三千吨去了哪里呢 搜水油爆发后 明明原料致癌 卫福部却找来学者背书 一天一滴搜水油对人体无害 专家也看不下去 这样都是非常粗略的估算 其实不适合在 在政府的会议里面来讲这个东西 那他也不是风险评估的专业 专家说凡是有风险的油不该卖 也不能吃 卫福部不该只是一位安抚民众 帮业者脱罪 记者综合报导 到底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有各式各样的黑心油风暴 之前大家就说 就是因为罚得太轻 你看看这个锅裂成第一时间 被抓的时候五万块就交保了 虽然现在已经被积压 但问题是大家都觉得 就是因为你罚得不够重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铤而走险的要赚这种暴力钱 现在政坛上也有几位政治人物 说出了一些不同的话 包括了台北市长郝铃兵 他说应该要修法 把这些制造黑心食品的商人 都判重刑 像是无奇徒刑甚至是死刑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也不甘示弱 说这个搜水油 毒害民众的程度比毒品还严重 为什么呢 毒品你是自己去购买的 但是这些搜水油 毒害我们的身体 是我们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 吃下去的 所以朱立伦认为 如果有业者敢以申示法的话 一定要让他倒 但是在这方面 其实大家也授出了 郝铃兵跟朱立伦两人的 较劲以为 实案炸弹爆不完 双北首长郝铃兵和朱立伦 不约而同分别开炮 知法犯法 为了图暴力犯法 这些不效业者 我们要采取非常重的刑法 我个人觉得 甚至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都不会过 那对于敢以申示法的 我们一定要重罚 让他倒 而且要让他神之以法 又甚至刑法 给他重罚 郝铃兵喊出重罚 火力全开 朱立伦加码演出 呛瞎要让业者倒闭 对于食药署公布 搜水油检验结果 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郝铃兵朱立伦听不下去 两人对着中央喊话 隔空下起指导旗 食品安全事件 绝对是个零容忍的事件 并不是食品中间 有些成分 我们查不出来 就可以对外讲说 这个没有健康顾虑 包括鸡茶 还有法令制度面一起来 否则的话 再多的人力 如果法令或制度不健全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 让很多业者 遵循这些相关的法律 两人有志一同 似乎都朝着中央 狠狠甩了一巴掌 台湾食安问题 零环报 好住一边切割 一边也不忘较劲 两人很有默契 都希望能在这一场危机中 得到民众的认同 记者综合报道 再像这样的敏感时机 政治人物的发言 会非常地引起大家的关注 更何况是要选举的人 来看到的是 九合一选战越来越逼近 现在有网友架设了 这个选战温度计的网站 对于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连胜文跟柯文哲两人 来做评比 结果发现 其中连胜文的权贵身份 还有柯文哲批评 陈以珍适合做台的言论 都被网友酸到爆 不过说真的 柯文哲最近失言平平 趁着这一股负面效应 连胜文开始追起 扩张影片 讽刺电视民调很腊杂 就有网友成立 九合一选战温度计网站 要来分析选情 台北市长参选人 当然成了锁定的目标 连胜文在粉丝参与 和互动大赢柯文哲 在选战数据 却落后科批一节 网友还票选出 连科两人最常被网友 讨论的经典话语 连胜文权贵身份 身材和靠爸说都上榜 但柯文哲对女性的话题 也不遑多让 近期讽刺陈以珍的柜台说 甚至是妇产科的洞洞说 也都被网友放大来看 不管我们的发言被人家扭曲 断章取义甚至哭手 那我们只能透过像今天这种直销的方法 不断的把我们的一些想法 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三名冷言冷语不放在心上 连胜文扫街依旧展露微笑和亲和力 毕竟对手柯P还深陷失言风波 他不需要随之起舞 我们就是因为有坚定的信仰 我们要为民众服务 我们就照着我们的目标努力的前进 连胜文满脸笑容 原本定点拜票行程 居然扫街走了30分钟 满头大汗也跑步为意 太连胜文希望趁柯文哲失言 赶紧冲刺 拉开差距 记者戴志明的飞山 采访报报道 不过说真的 这柯文哲快言快语 拦都拦不住 他的幕僚每天都在冒冷汗 当他讲了一些话 后来发现这个状况不太对的时候 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他呢 就是他的手机 手机几乎可以说是柯文哲的通信保命工具 往往他在发言完之后 马上上了车 立刻手机响起 不只是幕僚 他的好朋友都会打电话来跟他说 你刚刚的发言不太妥当 所以没带手机对柯文哲来说 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急着出门带人摸摸口袋 才发现手袋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小跑步进办公室因为手机不离声 对快言快语的柯文哲来说 可是重要的通信保命工具 就拿这个例子来说 市长都六点前就下班了 大概都不会做太好了 他完全不了解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尤其市长是24小时待命 24小时上班的 不到两小时柯文哲态度软化 我后来想一想工作时间长也不见得 就是优点 我想事情做得完就好 所以我想是这样 上班几个钟都不重要 就是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 通常是利用车上接收幕僚 舆情汇报式情况做出调整 拦不住的嘴总是让幕僚冷汗直流 改不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个性 幕僚透过及时提醒 成为柯文哲重要的危机处理方式 记得叫高峰 吴宇轩台北采访不到 1900电视今晚头条 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刚刚说到了政治人物的危机处理 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些业者 他们的危机处理更重要 这一次的搜水油风暴 当然源头中油下油全部都要查 但重点是另外消费者这段的权益 如何维护 这些知名的店家如何让大家再对你重拾信心 首先退货这个部分就应该处理好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一而再再而三 在一些知名的店家里面爆发了这样的火爆场面 先来看的就是台北铃剂 台北铃剂饼店用到了这一次的黑心油 今天开始他们停业三天来处理退货的事情 但是退货的标准却引发了消费者不满 造成了有消费者直接在店面就摔饼这样的火爆场面 他们还要求店员 你直接把这些饼给吞下去啊 真的有店员含着眼泪吞饼 好委屈 现场一团乱 消费者怒向雷季卷入搜水油风波 退费第一天就爆发争议 为避免重复退费 代发票或是饼盒只个退一半 需要两者同时代才能全的退费 引发消费者不满 频频大骂 员工情绪也累积到最高点 跟个人互相还有消费者 直接拿起饼就重重网 桌上摔 拿发票来去只能退一半 只有三月到六月有问题的芝麻肉饼 才能凭发票或饼盒 无条件全额退费 但理解怕消费者有疑虑 其他产品也办理退钱 但冲突一波接一波 客人气愤 员工无奈 含泪吃饼 拿饼和退费也有争议 原本六颗饼吃掉三颗 也只能退剩下三颗的钱 退费金额还要再除二 背轰没成意 消费者退费退到火帽三丈推几员工 消保官对于累计其他商品 只能退一半费用是否合理合法 以通知累计笔店到市府说明累金 原事陈毅办理退费 现场却冲突四起 记者综合报道 怎么样的退费 那么这是一门学问 当然也考验着这些对你家的智慧 但是更可恶的是 在一开始就说谎的这些业者 我们带你来看看是知名的刘妈妈菜包 拒绝消费者上门退货 他们说自己根本就没有使用 这个有问题的香猪油 然而他们被约谈之后 才坦诚自己说谎 而另外一家老客民葱油饼店 在第一时间也否认自己 有使用搜水油 直到卫生局公布名单 老客民才道歉 坦诚确实用了有问题的油 这两大名店却是如此的危机处理 用骗的方式 想要蒙混过去 到最后是赔上了 他们一辈子经营的商业 从冰箱拿出葱油饼 二话不说直接倒进垃圾袋里 而另一头 哎呀 您害我XX那么多 我也搞不清楚真实呢 没有 都不知道啊 看到新闻也不敢吃了 赶紧把剩下的葱油饼拿来退钱 把这个东西先收起来 对 先收起来 给它核准了 我们再做稍微 对对对 检查说没有问题 那开玩笑 我们吃了都 我们活给倒霉 谁负责啊 第一时间隐瞒有使用问题搜水油 遭到卫生局开罚50万元 业者说目前配合处理 希望能降低罚款 同样说谎被拆穿的 还有留妈妈包子店 凭发票就能退钱 留妈妈菜包店 一早就有客人上门退货 因为前一晚 店家态度可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说昨天我没买 那你放心 那我会跟着解释 但是你说退费 我们没有错不可能 坚持自己没有错 直到卫生局约谈 才坦纯在9月2号之前 都使用香猪油 好 来好 有实在是 我扛你 坚持不认错 还想欺瞒社会大众 被拆穿只好 太多软化退钱 隐匿部分 卫生局也将进行开罚 桃园两大名店 接连出包 为了挽救商欲 第一时间对外说法 不够坦白 失去的恐怕是 更多老顾客的心 记者王小华 蔡基玲 桃园报道 还要来看到的是 说谎说得更夸张的 恐怕是强罐吧 这一切的油 都是从强罐来的 但是您还记得吗 强罐在第一时间 他们负责人出面 道歉鞠躬的时候 一副自己也是 受害者的模样 因为他们说 他们也是跟地下油航 这个锅裂城 进了这个油 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油有问题 然而现在 他们的离职员工 出来爆的料 似乎可以显示 强罐都是说谎 因为离职员工说 他们卖这种 黑心猪油的时间 早就已经长达13年了 他说其实十几年前 常灌就从香港 进口劣质油 这些油品恶心恶臭 他们连闻都不敢闻 而且这个部分的油 才是占他们的最大宗 跟锅裂城进的油 其实只是占小宗而已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 这些进口的香港劣质油 又恶心又臭 连闻都不敢闻 只要经过多次的精致之后 就会变成雪白 然后他们再把它拿来 制成香猪油 而且员工也爆料 多年前强罐 早就已经把全统猪油 更换名字在销往大陆 销多少呢 每天可以销 一到两个货柜 而且检方现在还查出 有两家下游的 大规模食品商 其实还没有被查出来 也就是说 这搜水油的食安会爆弹 可能还要继续爆 我们的独家报道 强罐全统香猪油原料 到底从何而来 前员工出面爆料 除了过猎成的搜水油 其实从13年前 强罐早就从香港进口劣质油 臭刀逼退员工的劣质油 运进厂内后立刻进行载制 经过蒸汽高温软化 再由精致酱酸除臭除色 变成雪白无味 混入一定比例的好油 制成香猪油卖到市面上 由于进口劣质油 实在太臭品质太差 必须经过多次精致 强罐也因此不断违规排放废水 前员工讽刺 强罐董事长叶文祥曾说 从没做错事 但他做错一件就是十几年 除了检方查出强罐下游 还有屏东两家大规模食品厂 尚未曝光 前员工更爆出 全统改名外销大陆 数量更是惊人 犹如两颗强力食安未爆弹 强罐黑心猪油流窜全台 民众看不下去 纷纷出面爆料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已经开罚五千万 但是强罐光是一年营收13亿 早就远远超过罚金 记者林安平屏东报导 离职员工除了爆料说 强罐卖搜水油 早就已经有13年的历史 我们继续独家追踪 发现为什么这些其他业者 在跟他进油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他的油有问题 那是因为他们早就在 运油的车上动了手脚 这些运油车里面 其实经过改装 也就是当你要验油的时候 它会从中间的油管流出来的 装的这里面是安全无余的油 你验过以为是没问题 但是其实其他地方的油 全部都是有问题的 像这样子的手法 简直就是诈欺的行为 继续是我们的独家追踪 油罐车载着强罐搜水油 全省出货 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强罐前员工爆料搜水油罐车 大有玄机 记者找到有多年经验的潮车业者 他不会严 这种草体在专业上称为分柜 业界行之有年 早就不是秘密 这辆油罐车 我们是看客户的需求 下去定做 它要夹快两层或三层 我们都可以打造 草体大约可载运25吨油 在打造时就应客户需求分柜 能够一次载运两种以上的油品 但取让口可以特别区隔开来 装存专供化验的好油 以避开检验 好油从草体底部的一处或两处取样口流出 提供化验 让劣质油满天过海 查验人员难道不曾发现 强冠遭到爆料 疑似用改装油罐车 在运劣质油贩卖 下游受害厂商 可能直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劣质油罐车隐藏多年 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也被曝光 记者杨宗明林安平 综合报导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个的一个共犯结构 刚刚说到贯德 贯德呢 他们13年来都在贩售这些黑型油 但是中间有一部分的油的来源 是上面的 也就是郭烈成 这屏东的地下游行 但是谁把这些搜油 卖给郭烈成呢 要再往上追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现在查出来的是两家厂商 一个是大众企业 还有一个是顺德企业 这主要的负责人是胡信德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跟简井说 啊这不是我啦 他们是跟另外一家公司进的啦 就后来间你去查了 就发现另外一家公司 负责人是谁 就是他老婆 也就是说这两夫妻 开了两家工厂 一起来卖黑心油 而且在简井来查气的时候 他们不断地使出拖延功夫 一下说我们去看病 一下又去干嘛的 就是想要拖 但是再拖也拖不过 现在已经被勒令 如果你再不停工 接下来有更重的罚则 要来断水断电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啊 人家说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三个小时了 就让高雄市金发局 卫生局和环保局人员 在顺德企业行门口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负责人胡信德和他的太太 也就是大众企业行的负责人 蔡雁如才开车过来 实在等到火大了 对夫妻俩也不耐烦 胡信德是顺德企业行的负责人 但他们还有另外一间 叫做大众企业行 挂名的是太太蔡雁如 工厂所在地申请农地农用 却用来储存处理费油 一个地址却有两间公司名号 似乎有想躲避查气的疑虑 其实大众企业行 才是郭烈成劣质猪油的 主要供应者 环保局依照废弃物清理法 第41和第46条开罚 新台币30万 也将蔡雁如含送法办 郭烈成搜损原料来自于胡信德 想必两个人交易次数一定不少 环保局一查果然 中间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 他的公诉里面是讲说 如果他还可以叫郭烈成 他就自己赚了 他不可能把有这种技术 他还叫郭烈成 胡信德第一时间和郭烈成撇清关系 但环保局查出 胡信德父亲凶嫂都从事回收费使用油 要说毫无关系可信度看来不高 因为大众企业行 无照储存处理费油 环保局依法开罚 现在要持续稽查 恐怕要罚的还不止这样 记得吴志鸿 吕昭燕 安森 乔组 高雄 这来看在郭烈成的这个部分 除了已经在清查比对他名下的资金 跟相关的资产之外 也已经冻结了强贯公司代姓副总 名下账户的存款 还有近威公司银行账户里的 723万元存款 而另外一方面还要查查 还有没有其他的共犯厂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要查查有没有公务员牵涉其中 早上8点40分 球车载着许多人直接开网屏东地检署 地购油主席郭烈成疑似就在车子里 因为检方借题被挤压禁件的他 要厘清种种一点 相关公司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在做厘清 所以这个部分事情侦查不公开 检方认为郭烈成炼制地购油已超过4年 除了强贯之外 不排除还将油卖给其他厂商 而强贯升为年营业额达13亿的大公司 郭烈成的地下工厂根本无法满足需求 一定还有其他的工油厂商还没曝光 采购在买的话 我看它的价格应该也都差不多 也没有因为它比较便宜 我们去买它的东西 强贯董事长力辩不知情 但副总戴起川可是横打一巴掌 评仙掌握郭烈成和强贯及近卫公司的交易记录 账车子记载今年2月以来的资料 但已初步确认 郭烈成同步从湖信的和近卫采购务劣质油品 再转卖给强贯 而负责采购的强贯副总明知油品不佳要求降价 检方除了追查其他供货的油品厂商 也要了解强贯是否还有其他油品也沦陷 如果承办的公务人员 是有任何的维持的话 我想我们都会依据相关的资料做进一步的办理 为了防止黑心厂商脱产 目前检方已冻结郭烈成名下的账户和资产 同时也冻结强贯副总戴起川的账户存款 以及查扣境外公司账户下的723万元 另外检方也要进一步调查公务员是否有失职的情况 记者林安平 屏东三好报道 来看看是刚结束的中秋连续假期 假意失去相当的不平静 因为有飙车族朝着人车乱放烟火 乱丢鞭炮 至少导致了三名机车骑士被炸伤 后来警方抓到了这个丢鞭炮的人 是一名开宝石节跑车的男子 行车记录器只见阵阵烟火在车阵当中 四处乱窜 接着十几台轿车就在市区街道上高速狂飙 场面相当惊险 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蛮危险的 因为毕竟一般路旁的话都是住家 然后小朋友也都在的话 那这些会造成一些社会上资源的麻烦 飙车族沿街乱放鞭炮 显向还生 冲秋夜当天 嘉义市区许多民众正在门口烤肉时 烟火突如其来把塑胶椅炸出一个洞 地上到处凌乱不堪 可见爆炸威力之强 飙车族还带闹市释放烟火 使得无辜经过的机车骑士被烟火炸伤 幸好送医急救后其实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逮到开保时捷的理性男子 沿路释放鞭炮烟火 被依公共危险和伤害罪移送法办 而消防局也对他开出玉石违规释放烟火罚单 将裁罚三万到十五万元罚缓 就是要给嚣张的飙车族一个教训 接下来这个人也非常的可恶 带您来看看的是加油恶林 这是新北市三峡一个社区 一名男子常常骚扰邻居 深夜乱按人家门铃 不然就是乱使用人家的灭火器 但什么都没有比这个更夸张 更令人难以忍受 因为他居然对着邻居家门口泼尿 男子鬼鬼祟祟不时探头 似乎想知道隔壁邻居到底有没有发现 因为就在前一秒 他拿着一次尿的液体 直接往邻居家门口泼洒 臭气冲天 听说有泼屎啦 泼气有啦 都有啦 泼在哪里 地下室也有啊 楼上也有啊 就是公共区域 对公共区域 邻居说 曾信男子的奇怪行径 从去年就开始 他不但深夜经常乱按电铃 甚至喷灭火气 干粉洒满地 常常对着邻居恶作剧 这一次竟然还疑似 拿着尿液来捣蛋 社区住户饱受困扰 那民众既然举报的话 那你警方应该把这个人找出来嘛 对不对 那你一直找我们 你要某民众找 我们民众又不是说 吃种 又没有那个能力 之前会常去那个警卫室那边 做出一些 很像疑似那种 很像要有一些暴力上的行为 实际上我有去问 然后他也没有再跟我多说 有些什么 警方表示 诚信男子没有固定职业 多次约谈 男职业履传不到 警方只好先依照回损恐吓罪 将他含送法办 记者李中勋 陈一帆采访报道 马上再回到这个可怕的 喝心搜水油事件的最新报道 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现在一家又一家的便利商店 也都中招 来看的是全家便利商店 所贩卖的印度咖喱 烤鸡饭团 也被查出使用的是 全筒香猪油 在高雄市卫生局 今天就跑去这个 静心鲜食厂击茶 不过根据我们的了解 其实全家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针对这些可能的产品 做了预防性下降 我们马上连线一下记者 王书宏带大家来看看 目前掌握到哪些的最新消息 交给书宏 好的主播 各位观众 食药署今天公布 食用搜水油的厂商 高雄知名食品工厂 静心鲜食厂也沦陷了 它所生产贩售 到全家便利商店的饭团 以及便当等八项产品 是使用了全筒香猪油制造 高雄市卫生局 今天上午到位在 岗山的工厂击杂呢 发现到静心鲜食厂 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 购买了64桶的搜水油 每桶15公斤重 总共960公斤 将近一公顿的搜水油 制作成了食品贩售 恐怕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了 卫生局是当场要求食品厂下架回收 销毁商品 并且封存的部分的样本 将进一步的经验 以上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主播 好 非常谢谢书宏 书宏刚刚告诉我们的是 这一家高雄的静心鲜食厂 他们也进了很多有问题的猪油 那么其中做成的一项产品 就是供应给全家便利商店的 印度咖喱烤鸡饭团 他们是要求立刻下架 不过这个商品全家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预防性的下架 只不过之前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 如果您吃过这个烤鸡饭团的 应该已经把这黑心的搜水油给吃下肚 除了全家之外 来看看是莱尔夫也一样 而且现在一讲出了这个新闻 可能会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莱尔夫的麻辣关东煮的汤同胞 也同样使用了全统香猪油 虽然莱尔夫说在第一时间 他们就已经把有问题的商品预防性下架 像是这个有问题的汤头包 9月4号就已经下架了 但是在之前 同样也不晓得吃进了多少消费者的肚子里 店员忙着把汤包下架 因为莱尔夫的麻辣关东煮汤头包 也中了搜水油 莱尔夫声明稿指出 麻辣关东煮汤头 因为可能用到了强罐香猪油 已经在9月4号晚上全面预防性下架 有问题的麻辣汤头大约4万多包 扣除库存品和回收的 大约有3万包已经被吃下肚 拿着超商进货明细 消保官跟业者仔细核对 货架上还有没有 搜水油制造的加工食品 像我们台北市我们会请卫权卫王 就这个部分来在做我们的一个一个约谈 然后再请他们在目前卫权市有提供他们退货的一个办法跟通路 拿这个发票要来退卫权的卫小宝的肉松 他说一定要拿这个商品来退 如果不拿商品来退的话 他必须要到卫权公司去 可是我一直打电话 他都是盲线中打不进去 台北市政府强调问题商品退货 未来将采宽松认定 但是被染搜的商品越来越多 机查工作将会持续进行 接下来台北政府报道 现在大家对于食安问题的看重性越来越重 但是接下来这个画面却真的让人吃惊 这是云林斗六的一间大肠面线的店家 他们把刚刚炉好的大肠放在仓库吹冷 没想到他们所养的狗狗闻香而来 趁着主人不注意就把锅里面的大肠雕出来吃 结果民众经过的时候目睹狗狗吃大肠的画面 说这是客人要吃的大肠 怎么先给小狗吃了 拍下这个照片大骂实在恶心 虽然店家说是狗狗自己跑去 他们真的不知道 但问题是狗跟食材混在一起 好像也实在不太卫生 照片拍下一锅香喷喷刚炉好的大肠 放在塑胶筒上 一只红贵冰低着头享用 客人上厕所目睹这一幕 吓坏了 心想刚刚吃下的大肠 不会小狗早就舔过或吃过了吧 赶紧向店家反应 店家说那锅大肠 当下发现就通通丢掉了 但消费者还是很不安心 看店家的仓库 偷吃大肠的红贵冰就是这一只 狗龙和调味酱料通通放在架上 离谱的是刚煮好的大肠也放在这里吹凉 难怪小狗会上前偷吃 被投诉的店家 位在斗六 专卖大肠红面线 大肠炸过在鲁箱 客人必点 业者坦诚舒适 但这样的卫生管理 不免让客人起疑 会不会吃到 沾有小狗口水的大肠 记者方中辰运令报道 真的这个狗狗可能会被店家叫来罚战 但问题是你应该把狗关好才对 那么除了狗狗惹祸之外 接下来来单一看看的是 台铁出包是松鼠惹的祸吗 就是假期后的第一天 上班台铁又有问题 上午6点45分 由新峰往竹北间的东正线 电车线段落 台铁人员出判可能是松鼠 在电车线绝缘爱死导电 而目前现在已经恢复群线通车了 但就算是松鼠好了 这已经是台铁今年第七起的 电车线事故了 你总不能每一起都怪到松鼠头上吧 通车了 维修人员看着区间车经过 开心的喊着通车了 但这一次电线段落 却影响了15班列次5500名旅客 大概delay多少 大概17分左右 原本是坐机车车 然后中间赶快换聚光 所以才delay16分钟 不然那台机车车还卡在 还卡在那里 北福寨没有过来 都已经上午9点多了 还在排队换车票 那上班也不知道 大家已经迟到了 上午6点45分 新峰往竹北间 东正线电车线段落 台铁人员出判 可能是因为松鼠在电车线 绝缘爱子导电 所以才使得这段区间列车 无法正常行驶 而这也是今年台铁 第七起电车线事故 光是这个月 2号下午树林 往板桥方向 电线掉落 造成许多班列车卡轨道 而3号却又因为不明原因 失去动力 造成列车停止 大声喊着OK 这延误三个多小时的台铁列车 终于修好了 恢复全线通车 虽然这一次出包是松鼠惹的货 不过最近台铁频频出状况 还是让乘客相当无奈 记者颜日荣蔡继琳新竹报导 很无奈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广大的考生们 带您来看的是 今年的十二年国教会考 然后一免二免三免 大家说还有四免等等 已经搞得大家一个头八个大 所以现在明年又要改招 台北市今天早上宣布 明年不办特招 郝龙斌强调尊重教育部的规划 也尊重各校的决定 台北市教育局说 教育部政策框架出出刁难 多次否决了台北市所提的 有关于特招的各种建议方案 所以干脆不办了 而在台北市宣布之后 台中市也跟进说 明年不办特招 明年台北市 不会有特色招生的举办 台北市长郝龙斌9号宣布 明年台北市里的所有高中级学校 将不会参与特色招生 特招管道不能再办理 确实是感觉到很遗憾 因为特招是多元管道之一 也是布定的入学管道 这三分之一的会考 要发挥最大的一个鉴别度 所以他确实是开了 很大的一个倒车 师大副中属于国力 还在审慎评估中 北市各校认为 特招能够增加多元入学管道 是一件好事 但经过首届惨况 就知道还有很多改进空间 多次向教育部提出 许多改革措施的建议 全都没有被采纳 我们尊重教育部 它是12年国教政策的主导权 以及要负政策责任 我们这个样穿着西装改西装 不是办法 建议尽速修法 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毕竟这对我们的所有的孩子来讲 松了一口气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没有必要给家长这个煎熬了 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时间点 中间还有一个特招的时间点 还要放进去 放在哪里啊 教育部强调只要符合法制 不会干涉地方停办特招的决定 但是对考生是好是坏 或许有待考验 记者综合报道 而再过八个月 今年的国久生 就要面临12年国教的考试 但是我们带您看的是 虽然像是今年的惨况 可能不会再出现 但明年大家也一样是心慌慌 甚至台北市宣布不办特招了 明年台北市考生 就只要拼会考就好 但是也比今年少了一次考试的机会 也就是恢复到仪式定江山 有不少学生都说压力变大了 但也有学生说 不要拖拖拉拉的也很好 不管怎么考 压力最大的来源是不断变来变去的考试制度 才刚开学就请罗密鼓展开复习课程 因为再过八个月 国久学生就得面临12年国教考试 但现在北市宣布不办特招 少了一次考试机会 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心冲击 不要特招比较好吧 为什么 特招难度比较高啊 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就一次就定了 我觉得最好是有两次以上的结会 学生心里很慌张 不办特招只剩会考 就是一试定江山 压力未必减轻 但也有人认为 只需面临一次大考 不用像今年被考试临迟反倒好 但不管怎么考 变来变去的国教制度 让第一线的教学现场很困扰 变动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 对基层对现场 包括对学生对家长来讲 这方面的适应的调试状况 我个人认为大家适应的情况 可能还不够 不是很理想 首次上路的12年国教 已经牺牲一届的白老鼠 但现在还在穿着衣服 改衣服 免试初中早就走样 不但考试压力没减轻 不确定性的未来 反倒让他们心理压力 先变大 记者林汉婷 李美轩 台北报道 而其实现在很多爸妈 真的都很疼孩子 但您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现在从出生两个礼拜的婴儿 到八个月大的婴儿 可以去让人家做水疗服务 您看到吗 这真的非常的可爱 其实有很多小宝贝 爸爸妈妈让他们去游泳的时候 都是用这样的脖子圈在这边 但是这些小宝贝不只是 在这边试着游泳 他们还可以有全身按摩服务 真的是好享受 一起来看看 飘在水面上 婴儿舒服地摇摆身体 好像回到母亲肚子里 SPA不再是美容专利 美国一家水疗馆 专为两周到八个月大的婴儿 提供SPA服务 顶级疗程加上专人吸星照料 婴儿SPA成为潮流新趋势 在水池内放入玩具 水温维持在33度左右 准备好之后 在小baby下水前 先带上橡胶圈跟防水尿布 让他们在水中尽情伸展 手脚不至于沉下去 看宝宝们笑得开心 就知道有多享受 泡完澡后 请接着SPA中心 开始替婴儿做全身码杀机 妈妈在旁边边看边学 促进亲子关系 一个小时的婴儿SPA服务 药价65美元 相当于台币1900元 虽然不便宜 但放松的过程 可以让新生儿睡得更安稳 因此吸引越来越多父母亲 带孩子加入SPA行列 国际中心也有便宜 看到这些baby 突然间心情都好了起来 但带您来看 但是接下来这些baby也好可爱 但是她们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起来都像真娃娃 这是纽约一名女子的收集 她总共收集了500个 各式各样的娃娃 放在她的房间里面 其中有300个 都跟真的宝宝长得一模一样 有时候她还会用娃娃车 把她这些娃娃推出去 吃饭跟逛街 这些是我的娃娃 我已经收集了它 对于爱好搜集娃娃的人来说 似乎再多的娃娃也不会满足 不过看到这一家人 肯定让你难忘 房子一望过去 许多祭祀真人的英格娃娃 无论是呼呼大睡 还是吸着奶嘴 吐着口水 脸部表情超逼真 这全都是一名娃娃爱好者 马若黎的珍藏 她在纽约的家 收藏超过500个娃娃 还悉心照料她们 像家人一样相处 这些娃娃穿上衣服 整齐地陈列在室内 从小孩到成人大小的娃娃 全都找得到 搜集了30年的时间 马若黎甚至成了娃娃工匠 会帮他们做各式各样的造型 对她来说 娃娃不只是娃娃 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她们婴儿娃娃当作是自己的孩子 偶尔也会带他们外出用餐 引起旁人好奇眼光 马若黎爱娃娃成吃 她的两名女儿与丈夫 陈田与娃娃共处 仪式也都习以为常 接纳他们成为家中的一份子 真是名副其实的娃娃家族 国际中心夜肉编译 欢迎回到《易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肖童文 马上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搜水油风暴毒害全台 但是这些黑心商人 日子过得还真好 来看看是位在屏东万丹的 敬畏公司 它总共有三个厂区 其中一个负责人 就把自家的豪宅盖在里头 有假山 有假水 还有一个超大凉亭 日子过得挺好的 负责人在卫生局上门 击查的时候还骗说没有毁油 不过之前是透露 老板先从越南进口鱼油 再混到猪油 这种混法真是恶心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真地超过百坪 光是140吨的绿色超大油槽 就超过了十个 大门一进去右手边 这都木头围栏的一楼豪宅 旁边种植罗汉松 围绕着假山假水 左边是一个超大型的凉亭 看起来相当气派 从春联上的蹄字 福林苏宅和左右联的开头 就能确定这是禁卫公司负责人 苏清皇的家 这处豪宅是苏清皇给儿子休息的地方 平时他儿子就开着价值快 八百万的跑车进出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做猪油的 所以管他叫做猪油酥 但根据了解 苏清皇带员工相当刻薄 所以员工都做不久 而且为了省本钱 还从越南进口鱼油 直到缩水油事件爆发 禁卫公司停工好几天 工厂空无一人 实际上禁卫有三个厂区也因为影响村民 才会不断买地建厂房 人家在建厂 那种的楼材人家在外甩 我来这儿骑鱼的 那家家人来这儿买的 你还想不知 是要垃圾比我来 滚滚了才会买人 夸张的还有 禁卫公司25年来 没有工厂登记证 营业登记是生产肉骨粉 直到一年前才申请到 食品加工临时工厂登记证 进出的只有油槽车 根本没有玉米或黄豆的饲料车 要不是这回爆发 恐怕禁卫的黑心行为 还没人知道 记者来为所 评东报道 禁卫主要是把他们的 这个黑心油供给饲料厂 现在知道国内 至少有七家的饲料厂 跟迅母厂 是向禁卫油品来购买 馊水油制造给动物吃的饲料 但是农委会到现在 还是拒绝公布 这七家业者的名单 让人觉得心慌慌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 农委会不管怎么样 都要牵扯给卫福部 卫福部又说 这归农委会馆 我们又不知情 听起来就是在护踢皮球 料厂啊 那个名单 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啊 因为我刚才有报告 还在查 这样的事情 除非说 原判起来 它有立即的危险 那这个 当然要越快越好 怎么说就是不愿意公布 禁卫公司供应的 其他七家下游厂商 诺会副主委王正腾 甚至还替禁卫说话 禁卫公司 第一批 所采样的 这个 样品 动物的 国家标准相关的项目 这个部分初步看起来 那个部分是还合乎规定 说是有在动作 但是农委会 这是不是有点慢半拍 另外两家 大概 一个就是 他承认他有像 因为过买过原料 但是他现场已经没有存货 这个我们要继续查证 另外一家 他是不承认 卖光了难道就不用追查吗 誇张的是身为动物飼料的主管机关 弄会似乎还想要卸责 包括重金属 甚至有一些毒性的有害物质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比照 卫物部 我建议就由卫物部来说明会比较清楚 按照我们现在的全责划分 飼料的管理 全责单位 就是农委会 很明显双方都不愿意碰这颗烫手山芋 态度就是在互踢皮球 有媒体报道到 这个卫物部跟农委会之间 互踢皮球 那个纯属不实 我们对这样的报道 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行政院发言人跳出来帮忙说话 不仅让人觉得 这政府机关难道是在互相取暖吗 记者台北送不到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阻止 这些商人不断的制造黑心油 一波又一波的黑心油 大家都说就是因为罚的太轻了 就像是郭烈成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五万元就交保了 那么到底应该要罚到多重呢 台北市长郝龙斌说 应该要修法把这些黑心 商品的制造商判重刑 甚至是无期徒刑跟死刑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也说 搜水油毒害民众的情况 是比毒品还要严重的 如果有业者敢这么做 一定要让他倒 实案炸弹爆不完 双北首长郝龙斌和朱立伦 不约而同分别开炮 知法犯法 为了图暴力犯法 这些不肖业者 我们要采取非常重的刑罚 我个人觉得 甚至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都不为过 那对于敢以身试法的 我们一定要重罚 让他倒 而且要让他神之以法 又甚至刑罚给他重罚 郝龙斌喊出重罚火力全开 朱立伦加码演出 呛瞎要让业者倒闭 对于食药署公布 搜水油检验结果 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郝龙斌朱立伦听不下去 两人对着中央喊话 隔空下起指导棋 食品安全事件 绝对是个零容忍的事件 并不是食品中间 有些成分 我们查不出来 就可以对外讲说 这个没有健康顾虑 包括稽查 还有法令制度面一起来 否则的话 再多的人力 如果法令或制度不健全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让很多业者 遵循这些相关的法律 两人有志一同 似乎都朝着中央狠狠甩了一巴掌 台湾食安问题零环报 好住一边切割 一边也不忘较劲 两人很有默契 都希望能在这一场危机中 得到民众的认同 记者综合报道 真的要想办法 让这些食安风暴 不要再发生 因为现在对大家来说 真的不想吃什么 而且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怀疑 为什么癌症是连续 32年高居十大死因头号杀手 过去都说是因为 现在人的饮食习惯 但或许这些问题食品 难辞其咎 恐怖搜水油 早就不知多少下度 这也让专家合理推测 癌症连续32年高居十大死因榜首 跟这些问题食品脱离不了关系 问题食品果然是癌症 推波助澜的凶手之一 三年前违法起云剂 制成浓缩果粉 果汁等50多种食物 香料 中研院更证实了 塑化剂长期大量护露 增加罹患主癌风险 如果塑化剂的摄取偏高 再加上它代谢不完全的人 那它的风险可以增加到3.4倍 去年毒淀粉事件工业 用顺丁锡二酸 加入粉源板条等食品 同一年再报大同混油案 从2011年塑化剂 到现在的搜水油 这三年食安问题连环报 时间这么巧 卫福部今年才公布的 2011年癌症相关资料 新发生人数就比2010年 多了2000多人 十大癌症前四名罹患人数都破万 大肠癌最高 其次肝癌肺癌乳癌也榜上有名 如果食安永无宁日 专家担心癌症危害健康 恐怕没完没了 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现在对于饮食安全信心 完全崩盘 而中国大陆当然也是 在网络上现在有一则短片 这样流传着 清清楚楚讽刺了大陆的食安问题 从过去的面粉到地宫油 到假肉品 有些网友看的是拍案教学 感性的口白 优美的音乐 让人不禁以为是不动人的饮食纪录片 中国人久经考验的身体 便开始了一整天化学实验的历程 但它其实完全不是 而是一部讽刺中国大陆假造食品的短片 一人分饰三角 挖苦过期面粉 底沟油跟假肉品 跟大陆民众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虽然是二次提炼的地沟油 但食客们仍然喜欢它的味道 从路边摊贩到富商 影片夸张的诠释 这三个东西是如何存在于每个角落 甚至酸溜溜的说 这些是大陆民众的伟大发明 当签子穿过的那一刻 各种肉块们拥有了统一的名字 羊肉 看似枯手的搞笑情节 对比目前台湾的现况就相当讽刺了 就在台湾爆发地沟油事件后 国际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 让台湾国际形象大受影响 其中彭博新闻社还分析 以前食安形象很差的中国大陆 现在也能罕见地在一旁幸灾乐祸 赵大鹏的地沟油生意蒸蒸日上 但他对自己吃的油品质要求更加严苛 这段11分钟的短片 现在也让台湾人感同身受 地沟油世界演变到现在 市井小民对奸商跟政府的愤怒 也只能透过影片虎中作乐了 国际中心重览编译 这些黑心食品真的是抓不胜 抓而说到抓 抓漏真的是有够难 家里面有漏水问题的人 大概应该都有同样的感觉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房屋漏水收好 但是收了三年还没收好 那是不是也该换一个师傅了 有位屋主上我们投诉说 他找上了一个主打专业高科技的 抓漏达人公司 2011年双方签订了合约 他也付了钱 但是三年来屋子还是频频漏水 而且这家抓漏公司 不停地换负责人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以前我们抓漏 感觉是工人的等级 其实我们是工程师 是技术师 是居家的保护者 为电影里主打以高科技工程的 抓漏公司专业形象 一度在房屋修缮工程界引发话题 不过现在却被爆出他们承包 公寓漏水修缮工程 花了三年却都修不好 刚做的你看整个都浮起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都刚做的 这都是整面呢 黄信屋主指控他在2011年时 向抓漏达人公司签订合约 重新装修公寓漏水之处 没想到同年6月 黄信屋主付完全部款项24万后 抓漏公司却开始拖延处理 前前后后虽然修了50次之多 漏水处却都没有改善 只要一下雨屋内就会烟成一片小河 严重时还得用好几个水桶来接水 觉得从头到尾在骗 5月15他给我电话 他说我一定会负责任的 我就算把公司卖给别人 我也会负这个责任 你放心如果他们不需要 任何问题来找我 我一定会帮你修好处理 那我就相信他了 OK就让他继续来修 结果他找不到他的师傅 黄信屋主也指出 这下公司一再换负责人 三年就换了三个老板 让他投诉我们 实际走访抓漏杂人公司 店内员工什么都不肯说 只私下表示 可能是双方对于修善认定 标准不一 才会有所误解 不过修修了三年 还是每逢下雨必漏水 这样的品质 恐怕很难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道 娱乐焦点在您看到 是有台湾第一帅称号的男生 王阳明 现在在大陆 跟被封为S型女神的女星张力 因为上节目假戏真做 真的成了一对恋人 而且这个中秋佳节 王阳明还把女友带回台湾 来跟长辈吃饭 不过现在张力却被陆媒爆料 说她的眼睛鼻子嘴巴 都长得跟过去不太一样 她刚好带新欢来海边 你不要干脆把爱 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 8号一大清早 王阳明带着女友张力 来到海边 耐心教女友冲浪 外形匹配的两人 男帅女美十分登对 因为合拍虚拟恋爱 节目台湾第一帅 王阳明真的恋爱了 今年30岁的大陆女星张力 身材活辣 有S型女神之称 但张力却被陆媒爆料 从2006年出道后 外形不断演化 凤眼变同龄眼 她鼻变高鼻 就连嘴唇也不一样 然而在节目中假戏真作 交往半年 感情稳定 这回陪秦郎王阳明 来台过中秋 只见张力趴在冲浪板上 笑得灿烂 王阳明跟在后头也玩得开心 还互喝饮料 甜蜜指数破表 一同在宜兰五十港 沙滩上留下爱的足迹 还敢在中午前回家 跟家人相聚 王阳明的家庭日 跟王舅舅和外公外婆来去餐 你看他拉外公哦 张力服外婆 王阳明带女友 跟92岁的外公外婆 及舅舅吃团圆饭过中秋 张力还戴着黑框眼镜 搀扶着王阳明外婆 亲密聊天 相当乖巧懂事 两人恋情 备受长辈认可 我妈有说他很 很 很 没有 我妈就说他很腼腆 说害羞的男生 应该不会太花心 这次王阳明带张力 返台过节 顺便让家人鉴定 据料结婚的讨男友欢欣 除了冲浪 张力也很努力学英文 两人目前以失业为重 没有结婚打算 现阶段只想好好新认识彼此 谈场恋爱 记者送后报道 好 除了张力现在被陆媒指说 好像长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之外 接下来这个人的新婚妻子 也被大家说疑似整容 这就是31岁的大陆前 田径跨栏名将刘翔 她娶了漂亮的新娘子 但是现在却有大陆媒体爆料说 这葛天也就是这位新娘子 好像也是后天美女 根据新浪娱乐报道 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说 葛天的容貌跟过去很大的变化 疑似有整容嫌疑 她还附上了葛天过去的照片 对照之下 她过去脸比较胖 眼睛也不像现在这么大而有神 而现在她的下巴也比过去尖的许多 不过葛天本人则是不避讳 被说是人工美女 人家都是越变越美 但是张伯之却被人家目击 好像越来越憔悴 但你还看到是港姓张伯之 这几年都在新加坡生活 结果日前有网友拍下他接儿子放学时的画面 他瘦了好大一圈 张伯之接儿子放学之后 带小孩到路边台买东西 不过网友发现 他的脸型跟之前的模样 相较之下明显销售 而且手上还有青筋暴露 手臂也变得好细 网友说 是不是因为一个人带小孩太辛苦了 所以才瘦了一大圈 但怎么他也被跟周星驰 讲在一起呢 因为周星驰最近恶评不断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出来回应 而最近网路上也疯传一篇文章 不但澄清外界对他的误解 还指出香港影视大亨 向华强具有黑道背景 向华强的妻子陈兰泽澄清 这一点不是事实 还爆料周星驰为了绑住张伯之 要求他剃光头 半年不准接戏 才子周星驰是许多人的偶像 但圈内人却是恶评不断 近来网路流传一篇文章 澄清外界误解 还进一步说 香港影视大亨向华强 不只有黑道背景 还阻碍电影少林足球 筹募自尽 网路文章疯传 网路文章疯传向王强的妻子大怒 出面澄清 否认老公阻碍少林足球 筹募资金 还加码爆料 周星驰为了绑住张伯之 使出非常手段 甚至逼他剃光头 向太大爆 周星驰当年跟张伯之有合约 担心约其将至 为了绑住张伯之 无理要求张伯之替光头 半年内不能接戏 等着拍他电影 当时张伯之接了很多广告 因为光头有损合约 周星驰竟然还写信骂他 说他是不知感恩图报 要张伯之赔偿港币350万 最后还是向太出面解决 跟周星驰和做过的人 有人说他是人品差 又自私自利 但也有人说他是好人 但被误解 新爷正负评语不断 似乎也证明了他才华出众 饱受争议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夜市晚间新闻 我是肖童文 带你来看到的是 苗栗县美厨食品 用全筒香猪油 制成的肉燥红葱油 卖到全台湾 为了追查下游 今天相关的稽查人员 上门又再次的吃了闭门羹 后来卫生局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负责人下午两点 到卫生局说明 否则直接送伴 夜者下午才终于到了卫生局 却是痛哭喊冤 身穿粉色上衣的 就是美厨食品负责人 他紧抓着卫生局人员 进入办公室 压抑许久的情绪顿时溃提 卫生局人员赶忙拍肩安慰 安抚情绪 美厨食品终于含泪 向大众致歉 强调是一年多前 顶心油出包 在客户要求之下才换强罐油 没有想到竟然也出包 至于食药署卫生局 9月7号9号连续两次上门鸡查 都吃了闭门羹 老板娘这么解释 我并没有说什么隐瞒 我没有完全没有 只是我心情非常不好 对不起大家 看我们那天查扣的 跟他的笔录 跟当天他提供给我们的资料 是否一致 傍晚卫生局终于进入美厨鸡查 初步认定封存数量没有变动 而是否有主动通报下游厂商 有没有隐匿产品流向的部分 还要和其他县市卫生局会诊 如果违法 还是会依法重罚 记者彭光学 SNG小组苗栗报道 接下来时间交给亲战主播沈永莹 各位晚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晚间天气 那么今天大家下班下课的时候 有没有不小心淋到雨啊 因为今天下半天开始 像是新店啊 或者是公馆啊 板桥一带都开始变天了 出现了5号塞巴侯的天气形态 不过天气那么热 偶尔天降甘霖好像也不错嘛 至于今天的天气小叮铃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 其实今天呢 台湾依旧是好热哦 有没有看到这个大坨的大太阳 而且还戴着太阳眼镜就知道了 今天的最高温就出现在 大台北地区的36.3度了 另外今天会下雨的部分呢 主要还是集中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像是北周南的山区部分 因为5号热对流发展 比较旺盛的原因 都有出现一些5号塞巴侯的天气形态哦 另外在明天的天气部分 我们来看到的是 卫星云图的部分了 其实在云图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距离我很近的 一大坨云系 它就是今年的第14号台风风神 不过它往这个东北东 也就是日本方向前进了 它对日本或者是台湾 其实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 所以我们姑且先不理它 回过头来看台湾的天气部分了 其实台湾还是笼罩在整个 太平洋的高压势力范围之下 所以呢今天来讲的话呢 台湾附近呢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呢 水气还是蛮多的哦 降雨主要集中在包括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山区的部分呢 另外加上呢 现在风向比较偏这个东南风上来 加上海陆风的交汇影响呢 所以明天清晨呢 中南部的地区呢 偶尔会飘一些雨哦 所以早起运动的朋友呢 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另外在温度的方面 未来一个星期都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高温上看33到35度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做好这个防晒 还有补充水分的工作了 那么至于在明天的天气部分 明天的天气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明天大台北地区呢 温度是落在25到35度的 那么降雨几率40% 另外在中部地区 温度落在26到34度的 山区活动要多加留意了 南部特别是高屏地区来讲的话呢 这个降雨几率还是蛮高的哦 来到70% 高温来到35度 东半部的宜花东地区 宜兰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 这个降雨几率高达30% 外岛地区澎湖金门 马祖里头恰呀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 还有补充水分了 那么最后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几天这个午后赛 爆后来得又大又急的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 最好还是带好一伞 雨晴两用 不要被凌晨落汤机了 以上是这节天气 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咏莹的丁玲 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肖童文 晚安 我们再会